字腐通市場默博 是由 城市創科大挑戰 贊助播出 Hello 大家好 來到字腐通的市場默博 其實在疫情期間 無論對於上班還是上學的人 都有很多不同的影響 會不會有些方法 可以幫他們解決到相關的難題 今天就要跟其中一位朋友聊一下 Nio 你好 你好 依婆 其實以你的觀察 你見到在疫情當中 一些在學的小朋友 他們的影響在哪裏 其實在在學當中 疫情的時間 有兩個很大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小朋友在家 同學在家做功課 遇到有難題不懂 尤其是現在半日教學 很多時候 在家做功課的時間 就多了很多 而相對應來說 老師的幫助 老師的參與 相對來說減少了 所以在這方面 怎樣同學在家 自己學習 自己做功課的時候 都可以得到多一點的支援 這是一個很大的難題 第二個就是社交 相對來說 因為疫情 很多小朋友 同學都不可以出街玩 所以他們來到家 怎樣可以在自己家的情況下 都可以增強自己的社交能力 多一點機會 跟其他小朋友 或同學接觸 這兩個問題 其實是很多家長 老師和校長 都在頭痛的問題 我知道你也想了一些方法 希望幫助他們解決相關的問題 你這個創新的方案 怎樣去解決到 剛才你提過這兩個問題 其實我們的方案 是針對於實體書 因為我們覺得學習 始終對實體書來說 對於學生 都是有一個比較大的效益 但實體書內容比較 沒有那麼有趣味 第二 未必可以與時並進 再加上這些內容 缺乏了老師個人化的資料 我們這個技術 就是可以透過實體書 透過大家都有的平板 手機 同學在家做功課 遇到有問題的時候 只要拿手機出來 平板出來 一測試他手上的實體學習資料 老師之前為他準備好的數碼內容 就會以AR虛擬實景的模式 展現在同學 正確實體的教材上面 可以幫助同學解難 又或者同學有問題的時候 也可以用同一個技術 將問題放在實體書上 變成老師又可以很簡單 很精準地去解答 至於在社交方面 很多同學在家 可能他可以畫畫 做努作 又或者看實體書 或者看圖書 當他看圖書的時候 或者他畫畫的時候 就可以將這些 他們實體的作品 實體的圖書 擺放他們自己的數碼內容 自己的數碼故事下去 自己的語音 自己的視頻 接著就分享給其他的朋友看 變成可以多了一個渠道 去幫他們表達他們自己 以及跟其他朋友去溝通 其實整個市場都不斷有改變 我相信產品服務 都要向著創新的領域發展 你怎樣看未來的發展 我們覺得其實 其實應用 這些AR的技術 應用在我們實體世界 現在只不過是剛剛開始 其實全球的大趨勢 我們在說的是 怎樣將我們的實體 現實世界 增加一些數碼的活動內容 目標當然是 改善我們的生活質素 Nio 今次在公開賽當中 社交聯繫組別當中得到冠軍 有甚麼心得想和我們分享呢 其實我覺得在這個比賽裏面 首先第一學到很多東西 在比賽裏面怎樣有幾回合的表演 怎樣一路一路把表演的時間縮短 而去增長我們對於自己本身的產品的認識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去給我們自己認識清楚多些 我們自己的產品 同時也有很好的機會 給社會知道 其實創科是很重要的 還有創科是一個很有出路的 所以這兩點我覺得 在這個比賽裏面 對於我自己來說 都有一個新的看法 謝謝Nio的分享 希望接下來 透過你多些新的意念 再結合創新技術 可以為大家帶來不同的一些體驗 以及幫我們改善一些生活上的難題 多謝你 謝謝